美國官員最近非常的老實了 說出了美國是不會來支持台灣獨立的 那這句話一出來之後 的確可能對於一些獨派的人 就覺得非常不能接受 但我們看到民進黨整體而言 其實他們並沒有太大的一個反應 又或甚至說他們並不想要 台灣的人民去看到這則消息 所以相對他們是比較冷處理的一個方式 但我還是不禁的想要問 美國都已經是這麼明確的表態 那請問民進黨你的黨綱裡面所寫到的台獨 你是要修改呢?還是不修改呢? 但我們知道 其實之前柯文哲市長也曾經說過 對於獨獨呢 它是假議題但是真問題 它的的確確是存在的一些爭議 但是呢 其實在一般的我們日常的生活當中 我們沒事其實不會就硬要跟自己的親朋好友去討論說啊 你同啊我讀啊 等等的這樣子的一個說法 但是每次只要到了選舉的期間 大家如果非常有印象的話 在之前2020大選的時候 民進黨是大賣芒果乾 之前因為反送中的一個原因 所以導致到他們就一直說一些口號 比如說 這個今日香港 民進黨明日台灣啊 他去製造在人民當中的那種恐懼感 甚至對立的一個劍拔弩張 他是讓整個不同的立場的人 他的整個對立的程度是非常嚴重的 所以民進黨就是這樣 他們喜歡把統獨的議題在選舉的期間 把它拿出來當作一個選舉的提款機 可以吸選票的一件事情 但平常像是他們自家的立委 在立法院提案跟一些法理台獨相關的案子 常常都是雷聲大於點小 他可能提出了這個案子之後呢 後來又覺得風向不太對 他可能就直接撤銷了提案 所以我們可以知道 其實對於這些統獨議題 民進黨一直都是呈現一個打假丑的狀況 只有選舉期間他們會去認真的講 但是如今美國都已經這麼明確的表態 那蔡政府他是不是在帶領台灣跟美國 還有中國之間的那個距離 他的拿捏是不是應該要有一些不同的變化呢 其實很多的聲音也都建議 應該是要採取比較偏向清美和中的態度 好你或許未必真的跟中國之間 他是保持一個非常良善的一個關係 但是你也不要去惡化 彼此之間的一個交流 因為其實還是有很多的台灣人 他可能是在中國那邊工作 甚至是居住在那邊的 那你要把這些台灣人民變成他們在那邊生活 是要搞得戰戰兢兢的嗎 我覺得其實也沒有必要 因為其實雙方的一個經貿的交流 教育的交流等等 其實它都是存在的 那我們跟美國現在看起來就是純清美 但一旦如此之後 美國對於我們的所有的要求 我們是不是都要去答應 比方說可能要買一些軍備 或是像是之前非常明顯的一個轉折點 也就是進口萊豬 大家發現到 所以我們跟美國這麼的要好 他好像變成我們的大哥一樣 是不是就是他們開出的所有的一個要求 我們都必須要去答應呢 那因此如果我們跟美國 還有跟中國之間 我們的一個距離 沒有辦法去做一個適當的調配的時候 那這個問題就非常嚴重 我們其實是沒有任何的籌碼 在整個國際的談判局勢當中的 所以其實這樣子對於台灣而言 反而是相對非常的不利 也因此呢是呼籲 美國現在已經這麼明確的表態了 請你對於台灣接下來 在國際當中的一個走向 還有我們該如何的去面對 這樣子的一個局勢 你必須要去做出一些相對應的調整